Hey,大家好,我是友昂,回來了最新奇的開箱英文錄 今天我們來開箱上手的是 一款自帶顯示屏和散熱風扇的USB Type-C擴展屋 今年過年的時候我把我爸買了一台Windows的二合一平板電腦 畢竟它用不上很高的性能 然後還可以拿來看一看書看看新聞什麼的 那台機器哪裡都好,就是全身上下只有一個雷電4的接口 所以我就把我帶回去的那個USB-C Hub給他用了 說起來那個Hub還是亞馬遜上面打折海淘回來的 是蠻好的一個Hub,國內行貨還挺貴的 考慮到我平時出差,以及做視頻時都有可能會用到 我還需要再買一個來用 於是我就去霧色雷圈,結果就發現了這個有意思的東西 這個產品的品牌是Dockcase 他們還推出了不少挺有創意有意思的擴展屋產品 帶屏幕的擴展屋也有好幾個型號 我買的是九合一的最高配的版本 它除了有著4K60幀視頻輸出 USB3.2 Gen2 10GB 100W PD供電 USH2高速讀卡這些高性能指標之外 還有著可以顯示出連接的設備速率以及特性的顯示屏 以及溫度提升之後就會啟動的散熱風扇 就非常的有意思了 介紹完了,來開箱吧 這個包裝盒非常的環保 就是一個牛皮紙的盒子 上面一張標籤寫著一些最基本的參數 沒什麼好看的 開 原來裡面還有一層包裝 這個是快遞包 不對啊,我收貨的時候外面還有一個包裝盒的 不管了 一個標籤 宣傳什麼的 好,然後是真正的包裝 怎麼都是英文的呀 設計非常的簡潔 接口的圖標啊,品牌logo啊 還是那個基本介紹 繼續開 好,來得看看 泡沫 本體,還挺沉的 一條短短的TypeC線 TypeC線的這一面還寫着10GPS和100WPD 真正的說明書 還好這一面是有中文的,差點就要給差評了 就沒有別的配件了 OK,那麼我們來仔細看一下這個產品 上鎖的第一印象就是又大又成 對比其他的便鞋式的Type-C擴展屋 體積上就要大了一圈 重量 去到了204克 這一個才80多克 戴了這個東西就相當於額外多背了兩個無線鼠標 從便鞋的角度出發的話它至少不是最好的選擇 不過它整體的質感做得還是挺不錯的 底蓋是灰色的鋁合金材質 這個顏色跟我們的機箱還是挺像的 頂部是黑色的鋼化玻璃 加上這個鋁合金的底蓋之後 整體有一點現在全面屏手機的設計風格 不過並不是整個頂蓋都是顯示屏 只有正中間這個方塊才是 邊緣的細節馬馬虎虎能看到一點點加工的痕跡 接下來看一看側面的接口 第一個是PD供電口 連接了外部的充電器之後 可以通過這條線給筆記本電腦充電 過來是HDMI接口,可以支持到4K60幀 然後是兩個USB2.0接口,可以用來插鼠標鍵盤什麼的 最後是一個千兆的RJ45網口 反對面的這裡可以看到品牌LOGO 然後上面是一排通風孔 不過整個HUB我只看到這排孔 這個通風量夠嗎? 過來是兩個USB3.2 Gen2 Type-A接口 根據官方的說明,這兩個都是10G速率的 再過來就是SD卡和TF卡的讀卡器 八合一的版本就是將這兩個接口換成一個 USB Type-C 3.2的接口 不過我後來想了一下 要插Type-C的設備直接插到筆記本上面就好了 九合一的版本還能少帶一個讀卡器 這一面的最後是一個圓圓的按鈕 它是用來調整這個屏幕的顯示內容的 以及調整這個HUB的設置 對你沒聽錯,這個USB HUB 它還有選項可以給你調的 這一頭啥也沒有 另外這一邊就是連接電腦用的USB3.2 Gen2 Type-C接口 它除了可以傳輸數據之外,還可以給電腦供電 最大輸出功率是95W,HUB自身,還要消耗幾W 因為線材和HUB本體是分開的 所以你可以自己換一條長一點的Type-C線 還是比較方便呢 差點忘了還有底部,四個腳墊 品牌LOGO,參數介紹,一些認證 沒了,非常簡單 好,那麼我們拿一台電腦給它插上去 看看這個屏幕有什麼特別的吧 哦,亮了,有顯示了 哦,上面的東西還挺多的 上面把每一個接口的狀態以及供電什麼的 全部都顯示出來了 那我按一下機身上面這個按鈕試一試 滅了,又亮了 哦,它是給轉了一個方向是吧 每點按一下這個按鈕 這個屏幕就會順時針轉90度 這樣不管你的HUB怎麼擺 都可以比較方便的看清楚屏幕顯示的內容 就是如果你想逆時針轉90度的話 就得按三次,略微有點煩 長按這個按鈕就會切換不同的顯示頁面 其中有一個是控制面板有一大堆的選項 在這個控制面板裡面 單機是切換選擇的項目 然後長按 就可以切換設置了 它真的實現了一個按鈕進行選項的調整 這個操作確實是挺煩的 不過設置這種東西一般調好一次之後 就不會再動了,所以也還行吧 設置菜單的具體內容我們等一下再來看 現在先來試一下 使用不同的接口它是一個什麼樣的表現 好,那我們現在拿一個這支PD100W輸出的Type-C充電器給它插上試一下 現在在屏幕上面直接就能看到HUB對電腦的輸出功率是80W 剛燒上電源的時候它還會彈出供電的詳細信息 過一陣子消失 你也可以手動長按這個控制按鈕 把這個頁面給它調出來 如果充電的功率不對,直接在屏幕上面就能看出來 這樣就可以避免你給筆記本充了老半天的電 結果電量反而還少了的情況 接下來我們試一下HDMI接口 哦,亮了 確實是可以實現4K60幀輸出的 很多USB HUB都只能到4K30,這個還不錯 同樣的,在這個屏幕上面也能看到視頻輸出的詳細信息 電腦這一頭輸出的接口是DP1.4 然後輸出的視頻分辨率是4K60Hz 然後長按控制鍵切換頁面 它能顯示的更詳細一點 它連顯示器的相關信息也給一起讀出來了 USB2.0無線鼠標 也是沒有問題的 這裡也亮起來了 千兆有線 哦,這個Bio紫紫紫是什麼鬼 哦,這個速率也讀出來了,千兆的 接下來我們測試一下讀卡器 這裡我專門借來了一張高速的UHS-II的SD卡 可以看到讀寫速度是300M的 反過來可以發現它是兩拍針腳的 我在這個HUB的商店頁面上面看到 只有九合一高配的版本是能支持這種UHS-II的卡 七合一的普通版本是只能支持傳統的SD卡的 那我們給它插上去試一下 屏幕上面只顯示的SD卡已插入,沒有顯示SD卡的版本 這個地方做的稍微差了一點 我們來試一下讀寫,複製一個大文件進去 實測讀寫的速率在220-250之間 似乎並沒有跑滿這張卡上面標稱的速率 但是考慮到並不是在實時的錄製視頻 考素材的時候稍微慢個幾十M 其實還是可以接受的 再過來就是這兩個USB 3.2接口了 這裡我準備了幾種不同的設備來進行測試 第一個是閃遞經典的MLC顆粒的CZ80U盤 注意並不是後面說過水的CZ880 這個是原版,給它插上 屏幕上面已經顯示出是3.05Gbps了 再測試一下速度 實測寫入90多,讀取220 對於一個32GB的U盤來說還是挺快的了 第二個是我們用在BMPC攝影機上面的三星T5SSD移動硬盤 它的容量是1TB的,速度能達到4500M 這一次我插右邊這個接口 哦,屏幕上面已經顯示出來是3.20Gbps了 實測讀取速度基本穩定在460-470這樣子 寫入一開始會比較慢 但是很快會提升到正常的3.5左右 這個應該是盤這邊的主控的原因 第三個就是ROG的移動硬盤盒 它是支持M1M1協議的SSD的 比剛才那個T5還要再快上不少 插上去 同樣也是顯示3.20Gbps M1M1移動硬盤盒的性能就強很多了 一上來寫入就接近600了,之後全程在600左右 讀取速度也是穩定在800上下 這個速度跟直接將硬盤盒插到筆記本本體上的接口10是差不多的 說明經過了HUB轉接之後,性能也沒有受到明顯的損失 這一面最後就只剩下這個通風孔了 透過孔往裡面瞄,可以瞄到一個類似離心風扇的東西 但是我在菜仔裡面鼓倒了半天,也沒人讓它轉起來 我將這個Fan Control調到ON,它也不ON 然後溫度的最低預值也是65度 於是我就測試了一下用這個HUB給筆記本電腦充電 的同時連接4K的顯示器,讓筆記本不停的播視頻 因為DP信號轉HDMI是要過晶片的 再加上大功率的充電,這個負載應該是比較重的 在16-17度的室溫下跑了半個小時之後 小屏幕上面顯示的內部溫度只有50度左右 拿了測溫槍測了一下,正面最高的溫度也才30多 反面最高的地方居然是在腳墊上面 我看了一下後面10分鐘的溫度基本上都是穩定的 所以如果不是我這個HUB的風扇是壞掉了的話 那它應該就是為了夏天溫度比較高的時候保留的一個保險吧 再過來這個HUB帽子還可以代替底座 讓Switch可以連接顯示器,這裡也來試一下 確實是可以輸出畫面的 但是是插拔了兩次之後才成功的 而且這個小屏幕上面顯示輸出是480P 畫面上面這個馬賽克非常的明顯 這個狀態顯然是不太對的 所以我們進到這個HUB的控制面板 將這個HDMI Mode切換到2試一下 這個重啟,好麻煩 很好,現在插拔了幾次連輸出都沒有了 這邊還不停的爆錯,然後重啟 那再試一試Bypass 有載充電 顯示Bypass,但是屏幕沒有任何的輸出 以及用下來發現這個屏幕真的很吃指紋 看來這個東西跟Switch的接種性並不是很好 我在官網上面也沒有看到相關的說明 只能等固件更新了,也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有 所以並不推薦專門為了Switch去買它 非Windows系統的平板電腦我也試了一下 它確實可以實現視頻輸出,以及識別U盤的 在小屏幕上面也能看到視頻輸出是4K60的 但是充電的功率非常的低,可能是因為這個Hub 不支持華為的快充協議吧 我感覺非Windows的平板想使用這個Hub 更多還是看平板這一邊對不同協議的支持情況了 差點忘了還要看一看這個控制面板 它裡面可以調的東西其實還挺多的 感覺大部分都是和兼容性有關 比如PD的版本,這個Hub本身佔用的電量 HDMI和DP的模式等等 感覺絕大多數都是只要工作正常就不需要去動的東西 最多也就是這個屏幕保護,可以開一下 還有風扇調到65這樣子 哦對,我還發現了一個東西 在控制面板裡面你調整完一個選項之後 是不需要切換到最下面按按重啟的 直接拔線就可以了 它的設置是會保存的 嗯,該測的東西應該都測得差不多了 那麼咱們就來走一下流程 這回各會呢,看看裡面是什麼情況 好,先看看腳墊下面有沒有螺絲 非常遺憾是沒有的,那就比較難搞了 那就是說只能從屏幕這邊下手了 看一看吸盤能不能打得開,吸得住嗎 這邊呢 試試這個 哦,好像動了 開了開了開了,這是有膠水嗎 哎,啊 原來是萬惡的卡扣 好,開了 頂蓋這一根是顯示器的排線 然後旁邊這裡有一個小小的離心風扇 這麼看的話就全靠這些接口的縫隙來進封了 頂蓋的邊緣原來還是有膠布的 但是我看底殼這邊也沒有什麼地方黏得住哦 底部這邊一眼看過去的印象是做工好像還挺好的 底殼的這些細節加工挺精緻的 然後PCB上面關鍵零件都有打膠水固定 不過畢竟這玩意也不便宜 也算是正常發揮吧 那我們把整個PCB擰出來看一下 PCB的焊接做工感覺是挺不錯的 USB Hub的芯片我了解的不多 我就查了一下感覺都是比較震驚的品牌和型號 初次對於這個小風扇的必要性我還是抱著一些疑問 畢竟從成本和效率的角度出發 直接給這些芯片加上散熱片 或者是用導熱膠墊將PCB和外殼連起來 不是更好嗎 好 那麼就來到總結時間了 Doccase的這款Type-C擴展屋 它增加的這個屏幕 確實能給日常使用帶來一些便利性 它可以方便你排除連接設備時碰上的一些問題 這個創新的想法還是值得點個贊的 並且也挺好玩的 這也是為什麼我願意給它做一個視頻 但是對於不需要做視頻的朋友們來說 這款HUB它值不值得買呢 我覺得要分情況來看 他們家帶屏幕的HUB有很多個版本 大致可以區分為不帶10Gbps接口和網口的 只有USB3.5Gbps接口的低配版本 以及帶了10Gbps和網口的高配版 低配版我看了一下 基本上都比同規格的綠連HUB 貴了一半甚至更多 這個溢價我覺得還是比較高的 雖然Doccase這款HUB的做工確實挺好的 但是綠連也不差呀 綠連架的東西一般還是比較靠譜的 而高配版的呢,我查了一下 能支持3.20Gbps接口的HUB 便宜的也要四五百塊錢 就算是小品牌的 而這一個UHS-II的讀卡器 怎麼樣也要好幾十塊錢 這款9合1的HUB 我是在拼多多上面588買的 按照這個比例來看的話 這個小屏幕和小風扇的溢價就比較好接受了 它更適合有高速文件傳輸需求 和高性能外設連接需求的用戶 比如攝影師,直接去買它最好的版本 根據我個人的使用經驗 這些高性能的外設 一般出問題的概率也會相對大上那麼一點點 畢竟頻率上去了 對線材和接口的要求也會更高 它多一個屏幕顯示信息 正好方便排除故障 不過Dockcase還有一個問題就是 它的支持做得不是特別的好 直到現在它的官網都是只有英文的 它刷固件的教程都是扔在了油管上面 這個HUB上面的這些菜單的選項 也沒有一個特別詳細的說明書來進行解釋 給人的感覺就好像是那種 專門賣給老外的眾籌產品 就讓人比較擔心它後續還能不能持續推出 固件優化、修復問題和新增功能什麼的 如果要購買這個HUB的話 這一點還是要考慮進去的 好,那麼這次的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的話記得點贊和評論支持一下 新觀眾順便點一個訂閱 就不會錯過後面的精彩內容了 我是羽王,下次再見,掰掰